大家好,我们再来聊聊今天结束的NBA焦点大战篮网和爵士的这场对话 这场对决可以说是东西区与两个势头最猛烈的顶尖强队的对抗 但是最终结果却一边倒了,爵士碾压了篮网队30分 但是虽然这场比赛篮网输了30分,可是在输掉30分之后 他们却迎来了四大利好和喜讯 可以说这场输球对于篮网来说是绝对可以接受的 首先这场比赛篮网确实是输了 但是众所周知,他们的核心球员们都得到了大量的休息时间 欧文在家给自己过生日,杜兰特没来客场,哈登在场边吃零食 而另外一边,丁维迪仍然处于受伤状态,连格里芬都轮休了 任何一支球队在轮休了队内的四巨头和五大核心的情况下 你想赢排在联盟第一的爵士都几乎不可能 打个比方,如果说胡人缺少了詹姆斯,农梅,施罗德,库子马 再加上随便一个球员,那你跟爵士打不输30分 说实话那都是不太可能的 胡人的这些人如果说少了这么四个球员的话 连一个联盟垫底的球队都不如 所以篮网输成这样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点就是篮网通过这场比赛发觉了一个重大惊喜 就是阿里兹约翰逊 这位球员真的是篮网找到的一个绝对的天才 他三节就砍下了一个两双的数据 全场23分,15个篮板,三个助攻,两个抢断 一举是创造了本场比赛的八大全队最高 不仅仅是出手数量,命中数量 再加上他的篮板球数量,还有抢断数量等等 全部都是全队的最高 同时他还创造了五大职业生涯的新高 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前场篮板新高 得分新高 另外还是助攻新高,抢断新高 应该说整体上来说的话 这个约翰逊绝对是篮网本场找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之前篮网刚刚跟他签下了一份10天短合同 而这场比赛仅仅是约翰逊来到篮网的第三天 结果这个阿里茲约翰逊就全场拿到23分15篮板 而且还有两个抢断 攻防两端都给出了他的贡献 随着他的崛起 可以说篮网对10天短合同能减下这么一个球员绝对是大赚 后面他表现的再好也没关系 篮网完全掌握着续约他的主动权 可以用一份1加1的无保障底心把他留在球队里 后面就算裁员了也不会亏什么 而如果他越打越好的话 甚至维持一个场均15加8的发挥 那篮网根本不用在自由市场上再去牵什么内线了 培养克拉克斯顿和约翰逊就够了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第三大利好 其实哈登和布鲁斯布朗之间的连线 最近已经逐渐在被各个球队识破了 因为你篮网老用一个1米93的球员去打大前锋 终归不是个长久之计 他的连线已经没有那么靠谱了 尤其是布鲁斯布朗 身高矮的同时经常有一些偷鸡的得分 但是现在别人逐渐的注意你 研究你了之后 这一招也就不太那么好用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篮网如果说真的是把这个约翰逊培养起来 那约翰逊就是一个大号的布朗 吃饼能力更强 身体素质更劲爆 身高2米03 也符合篮网队的打球风格 重点是他也有一些勾手 进攻手段也很全面 而且打得很励志 是一个之前2019年的天才二轮秀 现在也只有24岁 在联盟里打的时间并不长 他的天赋他的未来发展前景 绝对都比布鲁斯布朗要更好 那么如果说篮网把他给留下来 完全可以把布朗啊 包括佩里等人全部都交易掉了 可以用这些球员换来一些 其他位置上的技占力 毕竟有了这个约翰逊 篮网卖掉布朗也不是什么问题了 当然还有一个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场比赛是某种程度上 给哈登抢MVP的一个重要的加分项 但之前所有人都觉得 就算没有欧文和杜兰特 看着哈登带着这支篮网一路赢 18场赢16场 就觉得篮网的阵容非常出色 哈登既然抱团还去了这么强的一个球队 他不该拿MVP 可是现在一没了哈登 篮网这些人顿时限远行 所谓的神射手乔哈里斯 五分钟时间零分就没有再上场了 杰弗格林直接十一头两中 手感全五 另外包括卢瓦乌乌这命中率也是够低的 十七头五中 所以说篮网的这些球员 在没有哈登之后全部限远行 事实证明了不是他们很强 是哈登带着他们 显得他们很强 篮网并没有那么深厚的阵容 也没有那么出色的豪华的角色球员班底 是因为有哈登在他们身边 他们才能打上这样 没了哈登直接输三十分 有了哈登 他就能带着这套这种 赢西部的顶尖强队开拓者 这是不是更能够证明 哈登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了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 在没有哈登之后打得这么差 一个一个的全部失准 你反而能够证明 哈登的带队能力究竟有多强 反而能够证明 为什么说哈登更配得上拿到IVP 所以说这场比赛 篮网确实是输了 但是可能却因祸得福 收获了很多好消息 尤其是这个约翰逊的空降 那只能是让詹姆斯和胡仁 羡慕嫉妒恨了 他们十天合同都能签下这种球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